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前面我们讲到了人类的起源和人类的迁徙和扩散 今天我们再来讲人类的进步 也就是人类的技术发展的历史 讲到人类的进步 我们最主要的线索就是人类的使用的工具 这种工具以石器为主 据推测人类可能最早使用的工具可能还不是石器 可能是一些木质的工具 但这些工具很难保存下来 在几百万年的时间跨度里 木质工具和骨质工具都比较容易糜烂 所以只有石器工具是一个贯穿始终的这么一个线索 讲到使用工具 常常我们就认为 使用工具是人类的一个本质特征 也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一个最明显的区别 但是越来越多的动物学家们通过野外观察和动物实验 都否定了这种观点 你说这个界限已经不再可以作为人和动物的一个明显的划分 比如说普通人认为的 高等动物和低等动物都是不会使用工具的 现在我们发现甚至是一些低等动物都有使用工具的能力 比如说我们知道一种蚂蚁叫切叶蚁 它就会把怎么样的树叶切下来 放到怎么样蚁巢中发酵 另外涉水鱼也可以用水作为一种工具 涉落水面以上的一些昆虫 如果把这个工具的定义更严格一些 我们看到一些鸟类 比如说我们看到加拉帕克斯群岛的这个啄木地雀 能够使用一种小棍子 或者仙人掌刺 把在树皮底下的小虫取出来 在这个哺乳动物里呢 海犁呢会用石头呢砸开贝壳的这个硬壳 2017年啊 奥地利文言纳大学的费池教授呢 展示了一段影像 在实验室中呢 一只乌鸦呢 会把一个铁丝 弯成钩子 来取食 一个管子里的食物 the food looks really good 她 really wants it but she's not going to get it this is never going to work and so what happens now it was amazing that this was caught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she'd ever done this she inserts the wire into a crevice she bends it and now she's made a hook still not so easy and now she gets the food 这个实验影像 再次刷新了人们的观念 从以前认为的 只会使用借助一些既有的物质 来取食的能力 动物只有这么一种能力 但是通过这个实验 我们看到了 像乌鸦这样的动物 也可以把一个 铁丝弯成钩子 来勾取他要的食物 也就是说 动物制作工具的能力 超出了我们之前的预测 也就是制作工具 不再可以怎么样 作为人和动物的一个划分 作为实器 也就是实制工具来说 我们也发现 灵长类动物 也有很多实器制作的 这么一个过程 当然了 他们还没有像我们这样 使用实器 但是他们经常会用到一些 石头来砸开 坚硬的坚果 实际砸开坚果 这么一种过程 是灵长类动物 普遍存在的 比如说 BBC的纪录片 《聪明的猴子》里 就记录了巴西热带雨林里的 卷尾猴 这些卷尾猴 甚至可以怎么样 在石器的台面上 准备把果实晾晒干了以后 等待果实变脆 然后在集中把它们敲碎 他们不仅使用工具 而且有详细的计划 熟练的操作 这种使用石头 使用工具的这种方法 而且是代代相传的 比如说黑猩猩就会怎么样 用石器砸开坚果 而且这种砸开坚果的技能 是在成年的熊黑猩猩 成年的大黑猩猩的指导下 一些幼年的小黑猩猩 开始学习这种技能 一旦这种技能 通过一代一代的学习 后天的学习传承下来 在考古学家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那里 就被称为怎么样 是一种文化 所以这文化这个词 现在甚至已经不限定于人类了 对于早区的人类存源 最早使用的我想是一种 特别简单的能力 就是抓握和抛制的能力 人类开始从树上下来以后 学会用抛制石块 来驱赶野兽 或猎取猎物的这种能力 应该是由来已久的 为什么这么判断 因为我们现在看 人类和黑猩猩 在分家之前 应该已经有这种能力 从现有的观察来看 一些动物园里的黑猩猩 已经有抛制石块 乃至抛制粪面的这么一种行为 被记录下来 人类用石头砸开石头 做成石器的需求是什么样的 现在来看 主要是因为人类在猎取肉制品的时候 或者挖去根茎的时候 需要一些尖锐的断面 来获得怎么样的更便利的切割的能力 这就是使人类 就是研发 就是诞生工具的一个内在的动物 目前发现最早的石器 我们在人类起源的时候 就提到过 就是330万年前的肯尼亚平脸人 他们就会使用一些断面的石器 这是330万年 是我们现在石器的最早的历史 肯尼亚平脸人 在非洲生活 他们同一时期 南方古原里还有一只 称为南方古原金奇种 金奇种 当时我们就介绍 它有可能是南方古原里的一只 这一只可能是人类的直系的祖先 金奇种的遗址 也发现了很多的石器 和石器制作的证据 主要是怎么样 发现了很多在石器切割的证据 在骨头上留下的石器切割的划痕 到了能人出现以后 就200多万年的时候 出现了第一种标志性的石器 我们被称为怎么样 我们称它为奥都威石器 之所以称为奥都威 当然是出现于它的地名 非洲的奥都威峡谷 这种石器是一些简单的 鹅暖石一样的石头 被砸开一些断面 砸开断面以后 石器的断面就有很锋利的边缘 这些边缘显然是非常有利于人类 怎么样切割肉食或者挖取根茎 我们可以试验一下 如果你自己不借助外力的话 是很难咬下附着在骨头旁边的肉的 这个吃生肉 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传统 因为很长时间我们不生 但是你可以试验一下 单平牙齿是很难咬下排骨上的这些肉 或者说很难是咬干净 这些奥都威石器是最简单的石器 慢慢在奥都威石器里 断面也发生了一些变换 断面变得越来越精细 它这个原来是砸一下 砸两架的一个粗糙的断面 慢慢的也出现了一个砸的一些小的断面 它石器有个形状 有的石器被刻意的制作出一个尖状的这么一个封面 随着这种人类的扩散 就石器的制作技术也开始进入亚欧大陆 比如说178万年前的格鲁基亚 我们提到了格鲁基亚 德马西遗址就出现了很多的石器 以及不同的工具 石器工具的这种形态 人类在获取这些石器的能力之后 它就具有了 在我们的生态环境中就具有了很强的优势 英国建桥大学的一位古人类学家就说 直立人的早期阶段 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石块 也会被古人类利用 他们甚至会利用这些石块和大型的肉食动物的抢食 也就是说通过这些抢食 或者是赶走一些动物来获取怎么样 动物的猎物 也是人类这个时期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 我们有了两种能力 一个是制造比较尖锐的杀伤的石头 另外一方面 我们具有投掷石块 杀伤野生动物的能力 已经有这个能力 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生态位 就逐步的站在顶端 到了176万年前 又出现了一种更为重要的石器 这种石器更为先进 被称为阿舍利石器 阿舍利石器 它的命名是因为它在法国的阿舍 阿舍的这个地方 发现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阿舍利石器 阿舍利石器 最早的阿舍利石器 发现在非洲 虽然它最早 最早发现的是在法国 但是年代上最早在非洲 现在我们看到最早的阿舍利石器 出现在肯尼亚 肯尼亚的图卡纳湖 图卡纳湖地区 也就是我们知道 讲到能人和匠人的时候 匠人出现的区域 阿舍利首辅 它是一种革命性的一种创造 它对石器的加工更加精密 而且它一个显著的特征 它是从多个角度进行 怎么样的垂打 制造出更为锋利的这种断面 这种阿舍利石器 它一个典型的形状 就是阿舍利的首辅 就是低状的 就是所谓的水滴状的石辅 它的尖端 被多次的砸靴以后 露出一个非常尖的尖端 这种尖端 它就有很强的切削的力量 无论是作为武器 还是作为工具 都比原来的奥都安石器 有个巨大的飞跃 人类学家还不止于此 人类学家认为 这种阿舍利石器 它的制造需要更多的 怎么样呢 人类的大脑的成熟 因为这种石器 需要大脑 有个大脑的发育 达到一定程度 阿舍利石器的出现 是人类石器史上的 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科学家们 从阿舍利石器的制作流程 推测出 这种石器 标志着大脑 有一个阶段性的飞跃 同时制造这些 复杂的石器工具 本身 也促进了 人类大脑的发育 还有研究显示 学习这些 复杂的石器制作 也促进了 人类语言的进化 也就是这些 当我们在学习 这种技术的时候 杂志这些 阿舍利石器的 技术的时候 没有语言的帮助 是很难想象的 一代一代的 把这么精细复杂的技术 传承下来 所以科学家们推测 阿舍利石器 是人类语言 开始走向复杂的 一个阶段性的表现 也就是石器制作 催生了人类 更为复杂的语言系统 后期我们讲到 人类语言的启蒙的时候 也会提到这一点 讲到阿舍利石器 我们要看到 是非洲的直立人 也就是匠人 率先发展出了这种石器 随后这种石器技术 一路向欧洲和南亚扩散 但是中国和东亚地区的 阿舍利石器 一直没有出现 中国最早的阿舍利石器 明确的 要等到二十多万年前 这个洛南出现了 阿舍利石器 其后呢 要逐步的增多 这些逐步增多的 这个阿舍利石器呢 可能都不是 我们这个东亚的直立人的 这个遗迹 可能都是新迁徙来的智人 或者海盗宝人的这个石器 从这个 从这个阿舍利石器 这个分布上呢 有一位历史学家呢 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说啊 在1948年啊 莫维斯呢 就发现啊 在这个欧亚大陆和非洲呢 有一条明显的界线 也就是呢 在西边呢 都是会使用比较精巧的石器 类似阿舍利石器的这种 古人类 而在这个东部 啊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 这条线 你东呢 包括中国啊 东亚啊 都没有出现 这种精致的阿舍利石器的 这个古人类遗址 在啊 1948年 莫维斯呢 最早呢 以首辅啊 有莫维斯啊 考古学家莫维斯呢 最早以有没有首辅为依据呢 将东西方呢 石器传统呢 画了一个界线 考古学校呢 称为啊 莫维斯线 这个界线的存在呢 现在来看呢 主要呢 还是形成的这种界线的 主要呢 还是因为啊 几种 嗯 这个 现在来看呢 这个界线的存在呢 主要是几种人的 这个技术呢 没有交流 因为我们知道呢 人类进入这个迁徙以后呢 可能在一段时间呢 东亚和 中亚 和这个 南亚和西欧 这些地方呢 进行有一个地比上的隔绝 就是这个时期呢 很多人呢 很多这个古人类呢 无法再次进入这个东亚 这个隔绝呢 时间可能还是比较长 等到啊 二三十万年以前呢 这个智人 或者海德宝人呢 再次进入东亚之后呢 这种精气的这个石器呢 才进入的东亚 比如说呢 这个这个界线呢 可能和古人类的分布呢 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就意味着呢 这个 莫威斯县啊 可能在西部呢 都是比较智能的啊 我们这个能力比较强的 海德宝人 我们看到的 匠人 非洲直立人 而且在东部呢 这是最早来到 东亚的这个早期直立人啊 他们和后来呢 这个西部的这个直立人呢 没有一个在交流 文化上的交流 所以呢 他们的石器呢 一直处在一个 比较落后的状态 所以石器呢 可能也代表了 古人类的一些种类 这个持此观点的呢 还有哈佛大学的 这个尤瑟夫教授 他的观点呢 更为激进 他认为呢 人类呢 至少有六到七次 走出非洲的这个经历 每一次呢 都把新的石器技术呢 带到不同的地区 所以不同地区呢 从微观上说呢 他的石器技术呢 还是有差别的 但这个大线呢 是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这个莫维斯线呢 确实是划分了两个领域 一个呢 是阿舍利和派生的一些 比较精巧的石器技术 而东亚呢 这是非常原始的 澳都外石器 这个 从我们现在来看呢 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 就石器和人类的关系呢 从现在的考古学来看呢 还是有一定依据的 就是更智能的人呢 大部分呢 制作更智能的石器 有一些中国学者呢 就比较反对 认为中国也有 所谓的阿舍利石器 但是呢 现在来看呢 仅有的几个例子呢 都不足以说明问题 最主要的一个例子呢 是来自所谓的 广西百色的阿舍利石器 阿舍利石器呢 号称有80万年 但这个石器呢 学者们就表示质疑 因为什么样呢 它不是一个考古 发掘现场发掘的石器 它是采集来的 收集来的 就是类似像这个市场里 收来的这么一块石器 确实是这个阿舍利石器 也可能确实是 这个古代的石器 但是呢 没有一个严格的地层 发掘的这个地层 很难判断的 这个石器的这个 这个时间 这个其他的判断呢 还是不太靠得住的 现在比较可以确认的呢 是 咱们这个洛南地区的阿舍利石器 这个阿舍利石器呢 也相对的比较粗陋 但是呢 它也到了25万年前 也就是25万年前呢 这些石器是否是 这个东亚原来的直立人的石器呢 就值得怀疑了 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呢 这个石器呢 这个是20多万年前呢 我们知道 欧洲的 尼安德特人 中亚的 丹尼索尔人呢 已经在这片地区活动了 有可能呢 甚至是 类似丹尼索尔人这样的 这个质人的这个石器 也有可能 所以呢 我们看待一个问题呢 首先是要从世界的角度来看 不要认为所有的事情呢 都以中国的视角来看 任何事情把中国排斥了 都是所谓的 居心不良的 这种想法呢 非常的幼稚 我们的学者经常去所谓的 去否定西方的观点 怎么怎么 就代表怎么样 非常正义 你否定了所谓别人的观点 你不代表正义 一个问题 只有正确和错误 这个问题没有正义邪恶之分 我们还要再次强调一下 我们说的上帝归上帝 凯撒归凯撒 有些学术的问题呢 还是要放到学术的 这个范围来讨论 不要搞得乱七八糟 把民族主义拖进这个 所谓考古学来 好了 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里是老何刷三观 用科学来解读历史 欢迎呢 大家继续收看 好 这期就到这里 再见